新建学校或者是大爱村这样的慈善服务工作 不止在非洲的莫三比克 也在南亚国家像是印度跟斯里兰卡 所以来自这两个国家的法王、法师 还有来自布丹的居士 这一回是专程来到台湾 他们想要了解慈济智业发展的源头 一行人除了在北部地区参访之外 今天也回到近四经社 跟上人有一番对话 由于慈济在这些国家 都跟不同的NGO组织 还有佛教团体合作 所以上人特别感恩他们到来 希望借力使力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精神 将来在布丹也好 在斯里兰卡或者印度 都能够造福更多贫穷的子民 接着我们要来带您看到的是 来这一回到访的印度摩赫菩提协会 他们长期的在世界各国 从事修弃佛教遗迹的工作 特别是千百年的佛寺 如果有毁坏的状况 他们从事修善跟修气 另外在世界各地也都有他们的慈善 还有教育服务 所以跟慈济的理念是相当接近的 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布丹的法师和居士 拜访禁私经社 他们感恩上人与慈基之工 在佛陀圣地菩提加耶等地 弘法立身的行动 守护圣地133年的摩赫菩提协会 在当地设立学校提供小型议诊 法师深入了解上人的故事与理念 希望与慈基携手 协助辍学的孩子回到学校 2005年因南亚海啸而与慈基结缘的强地马法师 在斯里兰卡成立隆喜佛教大学 更设立沙米尼学院积极培育人才 不单的前国会议长和他的女儿 穿着传统服饰慕名而来 希望有机会将慈济人文 带到全世界最环保的国家 上人感恩赞叹法师居士们 长期以无私大爱为人间付出 要有大因缘 我们大家的能量爱的心灵汇合来付出 很感恩时间 所以可以成就一切 只要有今天 期待永恒有未来 串起3700多公里的爱 回归佛陀本怀 开启人间菩萨康庄大道 当爱新闻 唐南军李建宽 中江坡花联报导 可以做的话 Sev Bien